近日,据日本媒体最新报道称,日本全新的摩六号导弹驱逐舰有了新进展,预计在2020年服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。 日本军事专家认为,这艘军舰将会成为亚洲最强军舰。 为什么日本会对这艘军舰如此自信? 居然大言不惭地称之为是世界上最先进。 亚洲最强战舰,那到底是不是吹牛呢? 我们来看一下这艘战舰到底厉害在什么地方。 从日媒公开的照片中,我们可以看出,这艘军舰外观固似美国海军的阿利伯克急驱逐舰。 据日本军事专家介绍称,摩耶号导弹驱逐舰的很多设计理念,来源于日本现役的爱荡急驱逐舰。 但是摩耶号导弹驱逐舰在吨位以及火力配备上都进行了升级和改造。 不过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,摩耶号导弹驱逐舰,只是在外观上借鉴了美国的阿利伯克急驱逐舰。 但是在战斗力水平上,与美海军的阿利伯克急驱逐舰,相比差远了。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摩耶号导弹驱逐舰的相关资料。 排水量约为8500吨,已经接近万吨大驱的水准了。 其次,它的火力系统非常先进。 拥有128个单元锤发。 我国的万吨大驱055,也只有116个锤发。 这么说来,摩耶号导弹驱逐舰,比055大驱,还多12个锤发。 此次摩耶号导弹驱逐舰装备的是从美国进口的导弹。 反潜导弹采用的也是美制的阿斯洛克。 此外,日本还打算装备XASM3型超音速导弹。 这是由日本自主研发的反舰导弹。 日本称之为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航母杀手。 除此之外,日本的摩耶号导弹驱逐舰,采用了美国宙斯顿级别舰的雷达。 SPY-1D-V,有源相控制雷达。 不得不说,日本的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,一不留神。 它们就发展到如此地步了。